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上一回我们带大家到了新竹县古风乡一个非常高档的露营区啊真的是很好玩啊很多观众没有要问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要再去下一个地方没错 现在我就要带你们去下一个特别的景点而且这一次呢得要行进一段蓝色公路 对 就是要搭船啊 不过呢在前往这个秘密景点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开车啊我们要前往乌石港那乌石港的游艇码头中心呢其实距离台北啊也不够就是50分钟的车程啊非常的快速以及便利 但是在这50分钟的路程当中呢我们要替大家试一台你们敲碗许久的Morgan Class车系啊 这一回在摄影棚内呢我们带大家看了Morgan的Class 4非常的唯美浪漫啊当时这一次我们开了动力更大的Class 6 因为它搭载是BM Lab的B58的引擎这个B58引擎对我来说可是老朋友的喔 因为我以前那台540也是搭载B58的引擎啊动力非常的充沛 不过我觉得驾驶呢Morgan Plus这个车子呢动力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是如何享受这Open Top这么浪漫的一个风情 尤其是你看看你开着这么浪漫的一台车子呢前往乌石港 然后登上了高级的游艇前往灰山岛看看牛奶海你说开不开心啊 所以今天我就是出席带一次满足大家两个愿望 第一开着Morgan Plus出游第二带你们去更好玩的景点喔 其实Morgan Plus这个车子不是复古车喔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台古董车 但是现在呢采用了一些新世代的技术来去打造 这一部Morgan Plus 6呢拥有的是铝合金打造的底盘啊 重量非常的轻啊 可是啊 我们现在乘坐的这一个车叉啊 还是遵循传统手工打造 利用白蜡木来打造一个车厢 安装在整个Bread也就是底盘之上喔 然后外面呢一样用手工啊 用铝合金的蒙皮在整个白蜡木之外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整台车包含了引擎盖 包含了四个非常漂亮外过的轮弧叶子板 以及我们现在车身这个白蜡木外面包覆的铝合金啊 全部都是Morgan的老塞啊 一点一滴利用模具手工所打造出来的一个车体啊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Morgan Plus车系呢是属于一个长车头短车尾式的设计啊 尤其是这一辆Vlog 6搭载是V58 3.0的涡轮增压引擎啊 那这一区涡轮增压引擎其实用在非常多的车型之上 当然因为这台车车身重量非常的轻啊 所以有这样子一个动力性能呢它的加速性呢真的是非常快 配置的也是8速的ZF变速箱传递效率非常的好 另外啊 因为这台车呢还是遵照非常传统的一个方式来去打造 就好像我们今天乘坐的这个座舱啊 是木制加上铝蒙比 所以其实单人座位上啊 它有这个驾驶人体重的一个限制啊 如果是Plus4就是搭载V48 2,000cc引擎的车款呢 它单人座位限制驾驶的重量在94公斤啊 如果是Plus6呢则是118公斤 你们现在看到我是单手驾车啊 不是为了耍帅 因为我的手必须放在这一个门边啊 这个也是官方认证的一个驾驶模式啊 而这部车子呢 虽然还是依照 传统手工打造的一个车子 但是却配置了 新时代的一个动力系统 所以驾驶起来 相当的轻盈以及轻快 而且它也有驾驶模式的选择 像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排汤桿 往左一拨 它就来到了运动模式 转速瞬间提升喔 你知道这时候你就得要紧绷神经啊 当然你觉得Sport模式还不够你用嘛 其实前面还有一个按键 按下去就是Sport Plus的一个选项 看到没有 这个加速是相当相当的机能啊 这个车子真的没有ABS 没有TRACTION CONTROL 我觉得开这个车子不求快 求就是 求的是一个气氛啊 Sport Plus排气管 为我的声音更大啦 虽然现在我们顶着 摄氏36度的高温啊 其实我的头啊 吹着风啊 即便把我的头发吹乱了 我都还是非常的开心 当然这部车子 现在也是第一次 是拥有冷气在这个FAS车型之上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前往乌石港啊 其实龟山岛离乌石港 只有10公里的距离啊 那船只的航行也大概就是 5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了 其实龟山岛就是因为它长得像 乌龟而被命名喔 那龟山岛在1977年之前 其实都是有人居住的喔 而居住在上面的人呢 都是以鱼为生啊 其实在人数最多的时候 其实有高达700位的渔民 居住在龟山岛上 当然1977年之后呢 政府迎了军事的考量 把去龟山岛上的居民 全部迁到了宜蘭来去居住 从此之后龟山岛上 只有住均没有一般的居民了 不过在旅游团体的努力之下 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申请登上龟山岛 龟山岛其实面积必不大 横向呢有这个1.9公里 纵向则是3.1公里 整个海岸线转一圈 也不过就是9公里喔 所以登上龟山岛呢 我有一点懒惰 但是呢我要带大家去龟山岛 位于龟头这个部分的牛奶海 你知道什么叫做牛奶啊 哇 这一片大海啊 就好像牛奶一样奶白色 非常的美丽啊 不多说我们搭游艇去 好 终于到了乌石港的游艇码头 千万不要跑错地方 因为其实还有一个是赏金的 看到没有我们的船就在那里 好大一条船啊 叫做女神梅利特号 希望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女神啊 女神梅利特在那里 好大一艘游艇啊 超期待的 女神梅利特号 来 我们上船喔 OK 上船记得要脱鞋脱襪 然后呢 你看我多聪明 穿着脱鞋来的 哇 我们终于要出海了 其实刚刚在开车的时候 我就稍微了解了一下 从乌石游艇码头呢 到龟山岛 其实只有10公里的一个距离 但是如果你坐一般的船 大概会是50分钟的航程 如果你坐的是帆船 可能要1小时20分钟 才能航到龟山岛 但是今天我们坐的这个女神号 它是一部游艇啊 而且呢 这部游艇目前是 乌石港游艇码头里面 最大尺寸的 总共有80尺 它的航数有14节 你看高的部分 就有三层都高 所以它的航行速度会比较快 我们30分钟左右 就可以到达乌石港 那你看到现在这么多的游客 到底在干什么 因为我们等一下去给 海巡点人头啊 一个头... 不是 我们等一下去给海巡点人头 出去多少个头 回来就是要多少个头 偷偷告诉你们 我们今天这一艘船上面 有很多的比基尼辣妹 那当然最高那个位置 就是船长 船长大哥可以跟我们 揮揮手吗 你们拜托一边三个这样 我要拍自杀照 谢谢各位 我自杀完成 OK 海巡现在点完人头了 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当然船头的甲板也可以做人 船尾的甲板也可以做人 你也可以到VIP室里面 去吹冷气 不过我告诉你 这一艘船很厉害 因为它有上下两个底层的部分 还有KTB4加麻将间 超厉害的 哇 游艇一出港之后 就有赶到海浪在坡 其实刚刚船长有偷偷告诉我 今天的浪高大概1米到1米2之间 其实算是有蛮大的一个浪 那告诉大家搭船的一个小撇步 如果你怕这个船 比较摇晃的一个状况 你就不要待在船头 因为船头的阵幅 会比较大一些 看到龟山岛了 其实龟山岛真的没有很远 那我也是第一次来到龟山岛 那当然因为今天我们乘坐的是游艇 所以不能登岛 如果你要登岛的话 你就要搭乘赏金船 你才能够登岛 龟山岛现在真的就近在眼前 刚刚其实有跟大家讲 龟山岛在1977年以前 是有人居住的 而且他们在上面是靠捕鱼为生 那么根据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记录 你知道龟山岛从多久之前 就有住人了吗 清朝啊 今天真的是人品大爆发啊 根据船长说呢 很少有看到这么大一片的牛奶海 其实你有没有闻到 对不起 只有我闻到 闻到很大的温泉的味道 这就是在龟头的这一个区块呢 底下的海底温泉喷发出来 所以造成整个海面上 就像牛奶一般 超美 超浪漫的 等一下我们看看 在这个地方呢 下毛之后呢 我们能不能够下海去玩 我要去船手 这是铁达尼号的位置是吧 站起来 站起来就摔了啦 站起来 我站不起来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